在明年农历九这个春节的假期总共有九天的假期 现在呢交通部表示了 那么预估在下个月的25号 也就是大年初三 国道的车流量将会是最大 单日上看300万辆次 而且拥塞的情况会从下午的三点钟 持续到半夜的12点 台北到高雄至少要开车七个小时 而针对连续假期经常塞爆的雪山隧道 交通部将会首次推出年初三到年初五 搭国道科运走水穴的好这个抽好康的好处 那么也希望民众呢多搭乘大众的交通工具